蔡英文总统他接受了CNN的专访 他是首度证实了嘛 就是由美军人员在台湾引起了关注 国防部长邱国正他昨天在立法院备巡的时候 他是再三的强调 他说美军是协助不是进驻 那么是军方人员的交流 所以他们驻扎在台湾 至于台美交流是不是从马英九总统时期就有了呢 邱国正他说军事合作其实一直都有 不过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军在台 不是秘密哦 马英九总统的时期真的就已经有了 美国在台协会AIT在2019年的时候 是曾经主动的说明 早在2005年开始 派驻AIT的美国政府人员 就已经有了现役的军人 包含陆军啊海军空军甚至是陆战队都有 只不过马政府的时候 大家是比较低调大家都不说 如今蔡英文她是以元首的身份来证实了 军方过去是三坚其口 现在呢则是可以公开的来谈论 那么台美军事合作与交流有十大类哦 根据了解蔡政府上任之后 重点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我军政首长是否能够到华府访问啊 或是走进五角大厦 现在已经不再是第一的药物 而是邀请美军的人员来台 了解台湾建军的一个现况 那么换言之呢 台美交流军方要的是李子 而不是表面 好所以其实呢 现在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他昨天也针对了蔡英文总统 他接受了CN的专访 他在记者会上面是痛批说 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 我们一起来听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事 是正当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丝毫改变不了台湾史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也撼弄不了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 凡是数点忘卒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 这节全球现场我们要一起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 今天是宣布了1.75兆美元的社会支出计划的框架 但是金额是比原先的3兆美元已经缩水了将近一半 把时间交给Roy了 好那么拜登他所提出的这个社会支出计划框架呢 不但这个金额规模比原先3兆美金缩水了将近一半 而且有部分内容呢还遭到剔除 也引发了部分民主党议员泼冷水 不过拜登呢在发表谈话的时候是表示说 虽然这个框架呢可能还不足以获得 国会大部分反对人士的一个支持 但是呢至少是已经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框架了 先来听一听拜登今天的最新发言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after after months of tough and thoughtful negotiations I think we have an historic I know we have a historic economic framework It's a framework that will create millions of jobs grow the economy invest in our nation and our people turn the climate crisis into an opportunity and put us on a path not only to compete but to win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gainst China and every other major country in the world 那白宫事后也表示说 这一项计划框架呢 透过提高美国企业的最低税率 还有企业股票回购 对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金的富人来加税 还有加强执法逃税等等的方式 预计在未来的10年呢 可以获得2兆美金的收入 也等于完全支付框架的支出 还可以减少财政的赤字 但是呢这个计划框架 仍然是有赖民主党内部 温和派还有进步派的一个支持 特别是最初起草这个框架的 参议员桑德斯啦 还有要求将这个规模限制在 1.5兆美元的参议员曼清 还有反对向富人跟企业加税 筹集资金的参议员席纳嘛 好看到画面当中呢 这个是拜登哦 他今天前往欧洲要参加G20领袖峰会 在登机时候的最新画面 他将会在这个G20会议当中呢 要讨论的是能源价格 伊朗核计划还有供应链等等的问题 希望呢可以借此展现美国 继前总统川普四年美国优先政策之后呢 要恢复和盟友接触往来了 讲到了G20啊 世界卫生组织在28号是表示呢 他们应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一个计划 是在未来的12个月呢 有需要234亿美金 折合台币大概是6500多亿的台币哦 这样的一个资金呢 敦促G20要展现他们的领导力出钱来资助世卫组织 来帮助他们计划对抗疫情 而G20的领袖呢 在这个星期将会在这个轮值的主席国 也就是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呢 举行峰会 世卫的秘书长谭德塞就直言呢 他们不能在疫情当中抛弃贫穷国家 谭德塞也表示 世卫需要这笔资金 确保取得疫苗啦 还有筛减还有治疗的方式 防止另外500万人死于疫情 一晒停 今天我们发布新版本 给你加速法 给你加速法 专注到23.4世界大华 让我们颁导力出钱 华额插务对国家需要 在第12年 我给你3个领导力来自于G20 第一 提供法 第二 提供到 of an overarching framework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rough a legally binding treaty on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nd third support the creation of a health threats financing board supported by financial intermediary fand hosted by the world bank 美國英國和澳洲呢 這三個國家上個月是宣布組建 AUKUS安全聯盟 要協助澳洲 來打造核動力潛艦 所以澳洲呢也宣布 終止跟法國簽署的 高達四百億美金的潛艦合約 所以法國呢就重批此舉 是在背後銅刀 甚至是召回了駐美還有駐澳大使 以示抗議 法國總統府呢是表示說 這個馬克宏總統昨天在電話當中 告訴了澳洲總理莫里森 潛艦合約的糾紛呢 是已經傷害到兩國之間的互信了 還有賴於澳方採取具體行動 來修復雙邊的關係 那麼這也是兩個人呢 在潛艦爭議 掀起了外交風暴之後的首度對談 法國總統府發表聲明表示 總統馬克宏重申 澳洲方面呢取消購買法國製 製造的這個傳統動力潛艦 轉而採購 美國製造的核動力潛艦的這樣一項決定 是破壞了兩國之間的互信關係 而且呢法國方面 現在是堅持要索取金錢的賠償了 要提醒各位喜歡全球大視野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全球大視野粉專全新上線了 全球大視野的最新影片 還有最新力的國際新聞觀點 大視野的粉專呢 統統都可以滿足 現在打開你的臉書搜尋 全球大視野或是CTITalk 就可以找到全球大視野官方粉絲專頁 歡迎大家按讚追蹤加入全球大視野的行列 歡迎大家按讚追蹤加入全球大視野的行列